黑幫在花蓮街頭公然嗆聲 當時兩派人馬酒後狹路相逢 爆發口叫 警方到場之後 他們也沒有人要聽勸 完全不怕 還有同夥又拿刀回到現場揮舞 擔心衝突再擴大 袁靜也當場將揮刀的男子依法送辦 帶頭鬧事的三人 也被帶回保護管署 半夜兩點多 街頭突然出現 兩方人馬當街互嗆 警方到場勸離 這群人竟然也都沒放在眼裡 繼續大聲嗆聲 報名號 你不是很猛的 邊走邊鬧不聽勸 情緒還很火爆 就怕情勢惡化 遠景將嗆聲鬧事的其中三人 帶回保護管署 沒想到現場又發生恐怖灰島事件 你都走了 其中一名男子越想越不滿 遲到重回現場狂暉 一連串脫序行為 竟然就是因為黑幫兩派人馬 KTV久候爭執鬧事 出來的人就在那邊看嘛 那邊說他怎麼又鬧得鬧 花章事件發案在花蓮市區 國聯五路 雙方人馬疑似都有黑幫背景 26號凌晨跑到一家 KTV飲酒唱歌 結束後狹路相逢 當街大聲咆哮爆口罩 警方後報活速到場控制 後續也將揮刀男一髮蒼伴 嚴固持刀大聲叫囂 以打恐嚇公眾的犯刑 以妨害秩序 恐嚇公眾罪嫌 以請談話地方警察所偵犯 雙方當街吵得那麼兇 甚至還敢在員警面前 嗆出黑幫名號 行徑實在太囂張 警方也將進一步 釐清背後勢力 加強掃蕩 不讓公權力被虎視 借華臉中的報導